嗨 各位午安好 欢迎各位来到社税店讲堂 那我们今天要讲一个非常轻松的一个课题 都已经看到了我们的主题是 劳工纾困贷款用途会做什么用呢 好我们来看为什么会有这个主题 等一下一并跟各位做一个说明 我们会有一个系列的一个影片 就是魏老师文中教你学懂一个生活的财务决策 那我们生活中到处都会遇到决策 也就是生活处处是决策 比如说这里举两个例子 我们到底要买A还是买B的商品呢 决策点有可能有人重品质再贵都可以 有的人重价格可不可以便宜一点 第二个去读私益学校可以拿到一百万 还是我干脆就去读台大 这就是一个决策 不过这个决策有很多主观性的一个因素 那有时候也是一个很长期的一个时间 影响一辈子的 那第二个决策有关财务 也就是要能够量化 决策分析有值跟量的考量 那如果能够数据化才能够具体 值的部分 个人主观考量因素会比较重一点 比如说我举一个百万名车 重点来讲百万名车 如果站在量的一个观点 买车就是错误的 但是为什么外面那么多的人都买了百万名车 因为有时候考量并不是财务上的一个数字 而是车子可以在全家人出游 那时候所换来的一个代价 一个价值可能比你的财务上的一个决策还要高一点 所以有时候这样考虑完以后 那个值的部分 可是值的部分就不是我这里可以怎样 可以跟各位做一个损 那是自己内心里面去做一个基本的一个决策 好那各位来看一下 今天既然要讲这一个重点的话 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理解 我们这里很快速跟各位讲 年满20岁 那本国级的劳工 那可以10万 各位看一下它的利率 1.845 那后面有跟你讲到的是 7个到12个月 前面1到6个月不用还 不用美纳本金 然后大概7到12个月 3260 然后13个月 13个月起以后 以后要还两年 就是3413 那这个加一加加一加大概利率1000多 到3000多左右 那50万名 那后来因为有增额增到100万 来 这是我们要做决策 这是薪资 而且这里就是生活 我们要做决策 除非你不借 其实借不借也是一个决策 所以生活到处都是决策 来我们来看一下 那我拿到你这一个基本的资料 各位有没有看到 这个借款三连的话 借了10万3327 连这个部分3327 而且还有另外一个版本 所看到的还有什么 1544 所以不管是1544 3527 10万块就差了将近一半 那不管它的利率 这就1000多到3000多左右 这个利率非常的低 因为前面的半年前面的一年 都有什么 都有劳动部帮你补助的这个的利息 代不代是你的问题 但是我要从这一个代的此刻开始以后 我们来讨论一个问题 100万名额快见底了 劳工纾困已经达到84.3万 那只有一百万后来又加码 所以只剩下十几万 而且这个是昨天的新闻 所以我们拿昨天的新闻 当做我们生活上的一个要做什么决策 各位有没有看到 市值的总名额是100万名额 那现在已经84.3了 那只剩下一点点 那个10万块部分有工作的事实 也就是这个代 不管那个人只要工作的事实 也就是说条件非常这样 而且利率就是1.84 条件非常宽松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那用途到底是要花掉还是要还款 还是投资呢 那这个花掉 没有办法评论 花掉就是一种值的感觉 那如果是还债 还债有可能呢 你借的一个什么 之前的一个什么 旧债 旧债可能3% 4% 5% 可是现在借的比较利率比较低 当然是还债 那就是有什么 财务上的一个规划 那我讲求的是 今天讲的是投资 我可以拿来借新债还旧债 没有说不可以 但是本贷款的最主要的目的 他就跟讲 会影响劳工生活 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用途是要学士劳工 去做一个生活 消费上资金的一个左转 但是因为他条件非常这样 符合他的条件就可以带 所以这里跟你讲说 他没办法怎样 没办法去预期说 劳工会做什么样的一个用途 因为没有办法去规定 用途的一个部分 所以这里就有写到一个新闻 这是最早的时候只有7万的核贷 然后现在已经80几万 他说一个借新环 譬如说缴学贷 黄贷 或者甚至拿来投资股票 那投资股票有比较划算呢 那他有说金融机构 跟着很难去追踪这支的用途 好那如果我们来投资这个部分 投资股票三年可以赚多少 我们举一个非常简单的 这个中华电信来看 那只要看哪一个地方 看他的公告的这个股利 董事会决议 他跟你讲说 每股的配发的这个4.226元 现金股利 那这个4.226元 再除以他现在的股价108 所以两个相处以后 殖利率就得出3.9亿 所以就是每股的现金股利 除以每股的股价的价格3.9亿 那这个是他立即回顾来最低的 3.9亿是最低的 那各位来第一个评估了 你去投资是三年股票 每年都三年九亿的报酬 可是你要付出的代价只有1.84 我们先不论 先不论我们的什么 资金就是本金的大小 比如说10万20万100万 但是现在是10万 先不用考虑 可是以利率来讲的话 他就是有利的 有利可图 来第二个如果以什么 以绝对金额来看的话 我们刚刚跟你讲 中华电信每年大概多少 四千多块 我们举一个最简单 就四千元就好了 那这个四千元乘以三 大概就有多少 一万两千元 可是你要付出的代价 只有一千多到三千多 那唯一你要承受的一个 就中华电信叠价风险 有赚跟有赔 所以你要去找一个什么 它的股价是一定的一个情况之下 那它每年的孤立 它的股力就是稳定了 那你知道在寻求什么东西 股价最低的时候 我可以这样试图把它买进 那我们来看一下中华电信的殖利率 各位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看到金额的一个表现 历年平均6.07 最高还有7 最平均5.36 平均最低的时候 历年平均大概 股力来讲的话都是4块钱 所以它有6块更加 而且平均历率来看 已经多久 23年 23年没有改变过这样的一个情况 各位来看一下 它的历率的 它的现金 这个是它的股价 股价是多少 股价大概60到这里 然后到哪里 到这100多 各位这边的一个演变 有所不同的地方 各位要了解 这个一定不是它股价上去 可以去查一下 就是它的所谓的什么 减资 减资的话股数减少 所以它的价格会拉上去 所以它大概稳定 都在这一个价位里面 所以当你的价格稳定 我们可以寻求一下 当一个时段最低的一个点 然后它的股力 股力在哪里 股力就在这里 配方的股力不过就是10块 就是很稳定的一个曲线 所以来我们看一下 中华电信最接近了六个月 六个月一个情况来看 各位有没有看到 六个月最近就在这 然后又涨上去 各位有没有后悔 当初疫情来的时候 二三月的时候 你到底有没有去想过 中华电信的一个问题 好 再来 各位这里有没有看到 时段的这个 配息的股力 我们最主要是要跟各位讲的 就是一个殖利率 殖利率在这里跟你讲 每年的现金股力 除以每股的股价 所以每股的现金股力 如果是稳定 比如说他每年都配4块到5块 那各位你是投资者 你最主要看什么东西 看这个股价 什么股价 低我就买 低我就买 低如果再买 如果高的话就怎样 就在等待 所以其实对一般的散户来讲 最重要的就一个什么工具 就是等待 等待什么 等待固定利率一定的股的话 但是他股价低的时候 我就或许可以这样买一张 那如果再涨起来 再看看 那如果再跌下 我有机会我就再买一张 就这样一个过程 好的 那这里要跟各位讲的是 所有的过程里面 这里有一个基本的一个 那我大概这个是什么 让他们所智慧的了解一下 你看他的直立力 不过我跟他的用意一样 清滩只有井工超 没有任何推荐买卖之一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因为在这里 我要问各位 我给你钓肝吗 各位 我给你鱼吃吗 都不是 我要让各位 学习钓鱼的技术 所以我在跟各位讲的是 钓鱼的技术 什么叫做直立率 你可以去思考清楚一点 好 那这里 各位 一样的 生活大小事 魏老师五分钟 就教你懂了 财务决策 如果对我们以上内容 非常的有兴趣 那就按订阅 开启小铃铛 那这里要奉劝各位 一句话 投资有风险 有赚有赔 投资前应该要审慎的评估 我们今天跟各位讲到 这里为止 谢谢各位 观赏 谢谢